配合国家语言发展法推广本土语课程 台湾市自强国中去年起开办台湾首语教学 透过每周45分钟的课程 教导学生认识基本首语 感受不同文化的多样性 也希望培养学生尊重与包容的心胸 爱因学首语 您知道9月23日是国际首语日吗 配合国家语言发展法推广本土语言 桃园市中立区自强国中开办台湾首语课程 迈入第二年大受学生们的欢迎 学首语我觉得不会到很困难 但是比学其他语言我比较喜欢学首语 因为这门课程相对于其他的本土语言方面的课程 会相对于轻松稍微比其他多很多 对于这方面我虽然没有懂很多 但是这方面可以理解对于一些听不到声音的人 可以明白我们在想表达的语言什么方面的意思 这些孩子都是学习已经满一年的学生 校方自开办以来从原先的12人增加到29人 吸引许多对首语有兴趣的学生加入 目前开设9个班才小班制教学 希望培养孩子具备日常沟通的能力 希望说学生在借由台湾首语的选修上 它不只是一个教育部政策的台湾的语言 本土语言之一 我们希望孩子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他可以学习同理心 可以学习关怀别人 可以对多元文化又比较多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根本它就是一个生命教育 事实上全球的首语形式都不同 但都是为了能达到良好的沟通 而台湾首语由首识姿势与表情组成 以图像式的表达为主 台湾首语这门课最主要就是希望孩子们到这里 我们可以学会换位思考 平常我会分享一些我所知道的龙人文化 跟孩子们分享那希望孩子们也能更懂龙人的状况 这样然后能够就是将来龙人在社会上 那跟听人能够相处得很融洽 不同语言的形式都有存在意义 台湾首语的推动 希望让每个孩子理解首语的文化 重视它尊重它并学习它 也期待未来若是遇到聋哑人士 孩子们能够自信的打出首语 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活动 好 好